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G是万有引力常数 所以A系统的未能UA为-R分之GMM 这里的大M指的是A的质量 B系统的未能UB等于-R分之GMM 这里的M指的是B的质量 因GMR的质相同 所以未能比MA比MB也就是4比1 那么小行星的动能要如何得知呢? 小行星绕着恒星做圆周运动时 需要依向心力 如小行星的速率为V 则向心力为MV平方除以R 因为小行星的向心力 是由万有引力所提供 所以其值与万有引力R平方分之GMM相等 同学有没有发现 向心力与动能2分之MV平方 都有MV平方向吗? 因此只要把向心力除以2再乘以R 就会等于动能的2分之MV平方了 综合以上两点 我们将向心力R平方分之GMM除以2再乘以R 就可以得到动能K为2R分之GMM 回到AB两系统 两个小行星的动能分别为2R分之GMM AM与2R分之GMM 因GMR相同 动能比也为恒星质量比4比1